哈喽大家好我是王爷这里是likemusic 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开箱一间录音棚 这间录音棚啊是likemusic帮地下8英里的音乐总监 知名hepop嘻哈音乐制作人 魅老师所在的公司搭建的坐标西安 那么本间录音棚的用途啊 一方面是魅老师用于录制自己的作品 那么另一方面呢是为一些wrapper录音使用 因为不做最终混音和母带处理啊 所以说这间录音棚的音频系统啊 相对比来说啊比较简单 主要的工程呢还是录音 好那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这间录音棚的音频系统 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的一些设计思路 那么安装录音棚对于我来说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当然是装桌子呀 接下来我们先来讲解一下控制式 那么控制式呢分为监听系统和录音系统两部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监听系统的部分 那么这间录音棚呢采用了真力最新推出的 8351B三分屏监听音箱 8351B呢属于真力SAM智能监听音箱系列 支持GLM监听校准功能 那么8351B是真力的突破性杰作啊 也为三分频音箱的设计带来了颠覆性的格谬 在8英寸的箱旗里就实现了真正的三分频同轴 那么总结一个词啊就是带劲 因为黑帕音乐呢对于低频的下潜啊有要求啊 为了监听到更性感更低的这个低频 我们还额外配置了一台7370超低音音箱 也就是低音炮拥有12英寸的低音单元 那么低频呢最低可下潜至19赫兹 我们只需要把音频信号输入到7370 然后7370呢再输出一组音频信号 给这8351B即可实现科学的低频管理功能 那么同时这一组合呢也全部都支持啊 这个GLM监听校准功能 那么监听控制器呢 我们依旧选择了经典的SPR2381的监听控制器 不管是输入输出信号的路由控制 还是对讲功能啊都是十分方便的 那么监听耳机呢 我们配备了阿望腾的MP1监听耳机 CLA老师的同款啊 那么这个监听耳机呢有三种监听模式 方便不同用途的监听使用 那么S呢就是立体声模式 那么M呢就是单声道的模式啊 检查回音中的效果问题 C呢就是同轴的一个功能啊 监测一些人声的细节 OK那么监听系统部分啊我就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讲录音核心系统 那么录音核心系统呢 由电脑录音软件啊音频接口 画放压缩这几个部分组成 那么电脑呢就苹果啊 Mac mini就性价比比较高嘛 然后录音软件就是百年不变的标准 Portus软件 那除了有点坑没什么缺点 那么音频接口呢我们采用了UA的阿波罗 X16音频接口 具备16进16出的模拟IO模块 那么输入和输入接口啊都是DB25的接口 所以说我们需要制作DB25准8通道的 卡农接口的这个辫子 才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设备使用 那么X16呢内置了6核心的UAD运算芯片 X16也是整个阿波罗 X系列参数指标最高的一款 但是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啊 就是这款音频接口呢 没有内置的画放和耳放啊 我们需要自行去配备 那么画放和压缩的部分呢 我们配置了两个方案 以应对不同风格的录制 那么第一套配置呢 就是BBR Audio的2046厂项管的画放 和VCA的压缩 那么厂项管呢 相对于晶体管来说更温暖 那么相对于电子管来说呢 更通透 那么斜薄染色呢非常的好听 魅老师也是比较喜欢厂项管的音色 它感觉更适合更多的 Rapper的这个声音质感 那么VCA压缩功能呢 就比较齐全了 显显速度又比较快 能压住快节奏 又富有冲击力的声音 所以比较适合 嘻哈音乐风格的录制 像是市面上还有FET的压缩啊 显显速度更快 但是功能不全 而光电压缩呢 很多声音它都压缩不到 所以说不太适合我们选用 而BBR Audio的VCA压缩的 Setting Filter功能啊 火音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能让55到340赫兹 任意范围内的低频 通过这个VCA压缩 而不去压这些低频 因为低频的能量太大了 刚才我说了 黑怕音乐 那性感的低频线条 当然是不能给它压没了啊 有了这个功能呢 就可以保证低频 不被压到 而让VCA去压其他 你想压到的这个声音 那么2046画放加VCA压缩呢 除了可以录音 也可以直接利用Portos里的 Insert的功能 在Portos里啊 和插件一样 定用这两台硬件 我们只需要把 X16的这个34输出 给2046和VCA的线路输入 然后这两台设备的输出呢 再给X16的34线路输入通道 在音频轨道的右边 挂一个Insert34就OK了 最终我们可以通过提交的功能 回录过完带的声音 也可以通过 适时导出功能 导出过完带的声音 那么除了2046和VCA压缩 这个配置啊 我们还配备了一条 多功能的画放通道条 尼夫的5035 这个通道条呢 使用比较简便 功能齐全 声音比较偏尼夫传统的味道 也是尼夫老爷爷的得力之作 之前我有视频 具体的讲过这台通道条 在这里我就不过多的去介绍 刚才讲的可能 稍微有一丢丢的硬核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 再进入录音室 录音室就比较简单了 只有一台耳机分配器 它和监听控制器的Q通道相连 歌手录音你得听到啊 听到伴奏啊 所以说这是必备的硬件 不贵 2000不到 那么麦克风呢 则是比较经典的 扭曼U87和M149了 U87呢 是FET厂项管的 比较万金油啊 录什么都行 那么M149呢 是电子管的 比较偏温暖啊 都是比较朴实无华的 麦克风也不贵 基本能应对所有的风格录制 那么最后呢 我们把整个录音棚的配置单和线路图列出来 方便大家来学习 另外呢 我们推荐做自己的录音工作室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每一根线材都贴上标签 方便后期的检测以及维修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开箱视频 别忘了给我们一键三连 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音频技术交流群 或者是想找我帮忙搭建录音棚 请加微信1891130656 那么最后呢 感谢地下八英里的艳南老师 感谢May和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我们LikeMusic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